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一起学习第四个专题 晚清的这个 庆庭的预备立宪与政局 今天我们讲第五讲 那么第五讲的题目呢 叫做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中的立宪派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中的立宪派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资产阶级立宪派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 或者说二十世纪初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派别 那么对于这个海外的 像康有为 梁启超 以这些人为代表的海外的立宪派 人们研究比较多 对于国内的一些在野的立宪派 人们研究的也比较多 那么但是对于资政院当中的 第一次常年会当中的这种立宪派 我们学界呢 相对来讲研究的还很不够 那么下面呢 我想就这个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当中的 这个立宪派的这个情况呢 来做一个讲述 那么这个第五讲啊 我准备分几个问题讲 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题目叫做 资产阶级立宪派初登历史舞台 就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立宪派啊 那么他们在什么时候 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 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立宪派初登历史舞台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了 那么然后呢 就有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到了这个一九零一年 意合团运动之后 中国的这个民族资本主义 有了一个发展高潮 就是有一度发展的比较快 一般我们称作 叫做一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 那么根据一些材料的统计 在这个一九零三年的时候 无论是民族资本的这个投资额 还是民族资本新设的厂矿企业的数量 在这零三年之后都出现了一个 很快的一个发展高潮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们可以这个给大家提供几个数字 那么我们如果以1895年 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 这个民族资本额的指数 作为一百 1895年 不管它多大 我们把它设到叫做一百的话 那么1904年 民族资本额 它的投资额 是一百六十九 那么1905年的 这个民族资本投资额 是二百四十九 那么到了1906年 民族资本额的这个投资额 就达到了五百三 五百三十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到了03年之后 这个民族资本 那么确实是有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个1895年 民族资本新设的厂矿 1895年是十六家 那么1904年呢 新设的厂矿是二十一家 1905年是五十一家 1906年是五十九家 那么我想这个数字 是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在1903年之后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有一个很快的发展 那么伴随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那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 那么就逐渐强大起来了 那么伴随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那么清政府为了拉拢这些民族资产阶级 为了扩大它的统治基础 那么这清政府在这个1903年 就颁布了一个奖励公司章程 奖励公司章程 那么这个奖励公司章程呢 就是对于凡是募集资本 或者募集股份 达到五十万 那么就可以给予奖励 对于募集资本 达到五十万到五千万的人 是吧 就是分别不同的等级 给予不同的这种奖励 给予不同的顶带 因为我们现在话说 就是给他一个 那么一个鞋儿 或者给他一个地位 给他一个什么名誉 给相应等级的一个顶带 那么对于集资额 达到五千万以上的 那数量比较大 可以聘为商部 就相对于我们现在商业部 工业部 可以聘为商部的头等顾问官 加头等顶带 那么这是1903年 那么到了1907年 他又颁布了一个 改定奖励公司章程 就是对于03年这个公司章程 他改了 改变个办法 改变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降低投资额的这个数额 那么就是说 凡是集资达到两千万以上的 就可以授予 商部的头等顾问官 加头等顶带 03年就是5000万 那么到03年 到07年 他改变了 降低了这投资额 你达到2000万 你达到2000万 受予这个商部的 这个头等顾问官 加头等顶带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拉拢民族资产建议 那么同一年 又颁布了一个 绝赏章程 绝赏就是爵位 赏给爵位 那么所谓爵位呢 就是这个中国 这个古代的时候呢 他这个朝廷当中呢 都有些奖赏一些爵位 或者奉一些爵位 像公 侯 伯 子 男 那么这属于爵位 那么在07年颁布 这个决赏章程当中 就规定 这个根据这个近代投资 工商企业资本家的 这个个人资本之大小 所用工人之多寡 就根据你投资额 到底有多少 投资额资本之大小 所用工人之多寡 给予不同的这种绝赏 给予不同的爵位 就是你的投资额 达到了2000万以上的 可以呢 特赏一等子爵 我们讲公 侯 伯 子 男 那么就说 到处第二个爵位 子爵 一等子爵 那么最低的是10万元 10万元以上的 可以呢 授以一个五品贤 五品贤 我们讲说 现官是七品吧 是吧 那个 道元是四品 那么当然这是给的一个虚贤 不是实际上是做官 就跟我们现在讲 说给你一个付处的待遇 但是你并不一定是付处长 那么这是给的那么一个贤 那么通过这些决赏章程 这个民族资产基地 它的政治地位 那么就得到了承认 就从理论上 那么这些民族资产阶级 它可以和同等品级的官员 可以平起平坐 但是理论上 实际上还会有差距 那么但是 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 逐渐的壮大 那么这些民族资产阶级 并不以此为满足 他不是说对这些东西 他是很满足了 那么民族资产阶级 更强烈的要求要解除封建专制制度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束缚和影响 那么他们希望呢 自己能够真正的挤入统治阶级的行列 而不是说清智婆恩赐给他一些什么权利 那么因此这些民族资产阶级 伴随着自己力量的强大 那么在政治上就提出来 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 为君主立宪制度 提出自己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主张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这些立宪派 这些民族资产阶级 在海内外纷纷建立立宪团体 组织团体 要向新政府请愿 那么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一个立宪运动 立宪 要向新政府立宪进行请愿 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民族资产阶级 随着自己力量强大 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 那么开始准备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 我们前面讲到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就是清政府当时看到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反清革命高潮日益高涨 那么清政府为了维护它的统治 在1906年9月颁布一个上誉 决定要访行宪政 要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那么在清政府宣布要改行立宪政体 进行预备立宪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在1907年的6月 梁广总督参春宣 给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 参春宣在这个奏折当中 就要求清政府在京师在北京 设立资政院 在各个省要成立资议局 那么以这个在北京的这个资政院 和各个省资议局 作为以后中国成立议院 设立国会 这么一个基础 打个基础 那么孙春宣提出来 中央北京设立资政院 各个省设立资议局 那么后来清政府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1908年7月 颁布了一个各省资议局章程 就是怎么样组建资议局 颁布了一个章程 还有一个叫资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就是各个省都要设立资议局 各个省资议局里边要选举议员 这相当于这个地方议会 但是不完全是地方议会 那么这样呢 各个省的立宪派就纷纷的活动 进行宣传 是吧 那么进行拉票 来参加到这个各个省的这个议员 这个选举当中去 那么这样到了1909年10月 那么全国除了新疆之外 因为新疆这个地方比较落后 没有成立资议局 那么除了新疆之外 全国的21个省区都成立了资议局 那么当时选出了地方资议局的议员 一共是1643个人 那么在这个地方资议局议员当中 有很多著名的立宪派首领 地方上的立宪派的首领 那么都进入地方资议局 比较著名的 你比方讲 江苏的这个张俭 做了江苏省资议局的议长 这都是后来这个清政府 这个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或者新爱革命当中 非常著名的人物 是吧 江苏的资议局的议长是张俭 浙江资议局的局长是汤寿浅 湖南资议局的议长叫做谭严凯 湖北资议局的议长叫汤化龙 四川资议局的议长 普天俊 这都是在新上革命当中 非常著名的人物 那么各省资议局成立之后 在1909年 那么就召开了第一届 各省资议局的常年会 这地方上资议局先开会 那么各个省的资议局 与他的议员通过互选 在资议局内部互选 那么就选出了资政院的议员 选为资政院的议员 这资政院的议员 有一部分就是从各省资议局 当中选出来的 那么这一部分资政院当中的议员 人们把它称作叫做民选议员 或者叫做互选议员 那么这是我讲的资政院 这个议员的一部分来源 来源于各省资议局 他的议员 那么尽管这个资议局 各省资议局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足 那么但是它毕竟是 作为一种什么形式来出现的呢 是作为对于地方总督 巡抚权力的一种限制 一种牵制来出现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资议局的成立 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为资议局的代表 是吧 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场所 是他们可以公开的去议论 地方上的一些政治 指沉地方上的一些例病 可以提出自己对于地方问题的 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主张和要求 可以说他们开始直接的参与了 国家的地方事务的一些管理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 这个地方资议局 地方资议局当中一部分议员 选出来一部分议员进入资政院 做了资政院的这个议员 那么这是讲的地方资议局 那么1907年9月 新政府颁布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当中说 现在中国的上下议院还没有成立 那么这样就要设立一个资政院 以立议院基础 设立资政院是做以后中国设立议院的一个基础 然后卓派普伦 孙嘉奈冲该院总裁 就是确定让普伦和孙嘉奈 做资政院的总裁 这个事情就做的就是有点 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话说 就是有点不大符合程序了 资政院还没成立 是吧 也不是选举的 那么由秦朝皇帝就指定了资政院的 这个这个总裁 相当于议长 然后就命令啊 这个普伦和孙嘉奈 和这个军机大臣们一起商量 来制定资政院的章程 然后停止实行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到了1909年8月 清政府就公布了资政院院章 就是资政院的章程 一共是十章 65条 那么到了1910年的10月3号 资政院的第一次常年会 在北京召开了 召开的第一点 就是北京的贡院 就是那个近视啊 这个科学考试那个地方 在贡院召开了 这个第一次常年会 那么按照规定 资政院的议员 原来定额是200名 200个人 这200名当中 有亲选议员 就是皇帝来指明的 指派的 还有一些明显议员 那么这个亲选议员呢 是100名 他大概包括这么七种人 一种就是宗室视觉王宫 一种呢是满汉视觉 再有一种呢是外藩视觉王宫 外藩就指的就像蒙古啊 是吧 或者是什么西藏啊 那么这些这个外藩的一些视觉王宫 还有宗室觉罗 还有清政府的各个部院 七品以上 七品以上 四品以下的这政府官员 还有一些是朔学通俄 就是著名的学者 也包括一些叫做多额纳税者 就是我们现在讲 这个纳税大户 包括他们七部分人 民选议员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各个省的资议局 按照他这个资议局议员的 15分之1的比例来选举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 就是除了新疆之外 是吧 那么全国21个省区都成立了资议局 那么新疆呢 他这个本来他应该占两个名额 他这个资议局没有成立 那么这样实际上参加第一次常年会的 这个民选议员是98个人 那么为了使这个民选议员和这个清选议员 数字对等 那么就把清选议员的也减掉了两个 那么说清选议员的也应该是98个 那么但是实际上他又不完全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这个议长 副议长 秘书长 那么都是由皇帝指派 那么因此实际上这个在资议院当中的 这个清选议员 那么占了多数 这是从数字上讲的 那么清选议员实际上是101个 这个民选议员的是98个 那么在这个资议院会议当中 是吧 那么就一般情况而言 凡是民选议员 以为必当攻击政府 清选者以为必当为政府辩护 就是什么呢 就是清选议员和这个民选议员 在这个资议院当中 他的政治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不一样 是吧 民选议员认为就要攻击政府 批评政府 清选议员的主张呢 要为政府辩护 说一院之中 这资议院当中 一院之中 化若鸿沟 这民选议员和清选议员 在政治上 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要指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民选议员 总的来讲都是年轻 很年轻 或者叫做年富力强的人 那么这些人 每个月 就是这个民选议员